表现 不过后来他因为腹部肌肉拉伤的关系 目前Take并没有担任固定先发的角色 其实提到潘武雄 他是一个相当认真的球员 不过他在北京奥运的表现 其实不太好 也让他耿耿于怀 不过接下来他回到中华职报 仍然是尽全力来拼胜 那么接下来专题报道 就要带您看看 这个私底下的Take潘武雄 是如何看待打棒球这件事 那么他私底下的努力 也造就了在场上的亮眼战绩 奥运国手潘武雄 Take目前在打击略部分的三成五五 左边方向的飞球 又是一只安打 潘武雄这场比赛 个人的第四只安打了 而且真的球 潘武雄上到了二雷 在要上去打的时候 你要做一 准备最好的准备上去打击 但是你准备好 你就会自己给增加自己一个信心 所以你不会去害怕一些什么球进来 你会害怕头头是谁 所以 这也是心态上的问题 所以是心态上调整问题 真的蛮重要的 对 挥别北京奥运的低落 统一十万野手潘武雄 用积极的态度证明自己 几乎每一队的那个投手 我都有做一些记录 就是说明天 比如说要对上阿盖好了 然后就会掉出来看 他的球路啊 然后在比赛当下的时候 要去了解一下 他状况好过他 再做一些改变 不仅球场上拼命 回到宿舍 他可以把录影画面拿出来 反复观看修正打击姿势 我去年的动作 我手上面呢 比较 比较缩 比较没有放得那么开 因为今年 放得比较开 因为去年 我外脚球打得 还蛮好的 可是内脚球就打得不好 可是今年 内外脚其实还蛮平均的 对啊 可能我上半生的姿势 有点做一些改变 刨打手都很优秀的 三拍子球员 潘武雄当之无愧 他的 finns Cada uno 15分 捷过 手局手打析 而且是第一球 第一球 第一球 手局手打析 连续六场比赛 有权力打 Uny 翻转了 太猛了 上籃球内脚球也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好的击球点 对啊 这是真的是 有时候内脚球我也是都会挤压到 是说赶快跑的棒头赶出去 在前面击到球 因为内脚球在前面击到球 球自然就会飞得很远 潘武雄加入中华主棒第三年 成长相当明显 优异的选球能力 让他的保送次数跟三振次数 是来到将近快比一的完美比例 上来从背筋手上 打了一只中间方向的二雷安打 这个球潘武雄主要他选得好 这个球的位置还看起来蛮刁钻的 又打成了一个中左腕野方向的背球 落地又虚安打潘武雄 连续两个打期上来都是长打 现在绕过二雷之后脚不停了下来 罗教练来代理总教练的第一天 然后我第一天就打出拳内打 很久也没有看到我们球员有那么 那么嗨的气氛 有啊 疯狂的疤 疯狂谁都会瞎中手 郭戴琪啊 杨森啊 就一些比较白目的 对啊 是不是感情有到那边才会这样子啊 虽然成绩越打越好 潘武雄仍然保有一贯的不实跟低调 拿着电动玩具打实况野球 对有效说该不会是靠这个练出好的选球能力吧 可是我现在状况不好 因为他吃坏肚子 对啊 他下一次有高低潮啊 对啊 就如同潘武雄所说的 电玩人物都有高低潮 更何况是活生生站在球场上的Take呢 挥别了北京奥运的低潮继续向前迈进 还有更多挑战等着潘武雄来达成 Y2新闻肖心昌徐培一专题报道 好 他可以努力认真的态度 真的是值得大家学